法媒,北京表面坚决实际情绪低沉进退两难,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时间后,中共当局回应趁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由法媒发文分析趁中共当局表面上似乎态度仍然很坚决,但其实已进退两难无可奈何。 虽然中共官媒把这形容未淡定,但已经透露出了某种无可奈何的宿命感,广告,白宫官网本周17日发表声明宣布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关税的政策将从今年9月24日起正式生效,至年底从到2019年1月1日起相关的产品,征税税率将上升至25%。 美国政府还在声明中紧告称,如果北京当局对此采取暴富,美国将继续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几个小时后中共商务部发表声明称,中方对于美国政府做出的上述决定深表遗憾。 按对此,中方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将不得不同步进行反制。 其后中共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发布公告称,中方决定对约600亿美元美国进口商品加征10%或5%的关税该政策已从9月24日开始实施。 中共喉舌媒体对此集体静默了一天后,才开始发文评论,声称美国政府执意要打的这场贸易战是杀人伤己的双输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前还有中共官媒将。 华盛顿这次对北京表现出的态度,形容为止血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对此反广18日发表的一篇署名评论文章分析,趁北京现在采取不得不适的反击,显示其正事这一主谈而不是主战的面貌出现目的,是在国际社会面前凸显美方的霸凌。 而中共官媒的评论调门明显降低甚至显得软弱,于两年前北京要与美国作论大国关系,要以G2管理世界的那种气势相比,现在似乎换了一个时代文章表示,由于去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价值比美国出口,中国的产品多出了1300亿美元因,此在川普不断挥舞关税大棒,使北京方面无法做到对等还击, 只好宣布要同步反击,而中方反击的数额600亿美元只是美方数额200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弱,但涉及的项目则是经过中方的精挑戏选目标,就是要打击川普念资在资的选民。 该文章一步分析,指出中共目前做出的同步反击,表面上很坚决但实际上是出于无奈,北京现在所剩子弹已经不多,对美克税的幅度也从之前曾威胁的5%至25%,减少到5%到10%。 然后中共把锁,剩不多的子弹全都瞄准了美国的中期选举,就是要打击川普的选民。 对此,川普立即做出了反应他发推文趁中国中共当局,很明确想以此来影响我们的大选。 进而打击我们的农民我们的养殖户以及我们工业领域的工人因为他们是我的忠诚的支持者稍后。 川普又进一步表示,他相信美国民众都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们能够理解,必须经过这样一场贸易战,才能迫使中国中共放弃不正当的商业竞争。 对此,法广的评论文章,坦言,过去历届美国总统,也曾经把惩罚中国挂在嘴上,但谁也未能像川普这样,真的去实施。 而且打击的程度如此之广如此,严重显然,川普已认定这样做,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美国切身的利益。 既然这样,段无短期停战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还指出,中共内部现在指望在中西选举,使共和党败北,能扭转贸易战的局势,但这是不切实际的算计。 现在美国两党在中美贸易战问题,使得观点可怕的一致,以至于连美国前贸易代表佐利克都认为,即便共和党11月选举失败,也不会改变川普继续打贸易战的基本态势。 该文最后分析了中共官媒近日针对贸易战发出的舆论论调,明显变得温和的现象指出,虽然中国官媒自称,这是淡定而不是软弱是陈酌硬战,而且中方坚信这场贸易战的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 但终究喉舌媒体做出的判断,还是最终要回到谈判。 朱贤这显示中方已多少有点速,命感中共党媒直属的公众号侠特导日前一发文称,贸易战中暴露出的核心技术被卡脖子。 金融安全存在风险,国内社会存在的危机等问题已经给中国敲响了警钟。 虽然该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该干的总要干,或许可以在危机中找得新的增长之机。 但该文的字里行间已经透露出了一种难言之隐。 对于中共当局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这场贸易较量,有流亡到海外的中国学者指出,中共政府一向是外强中干。 在中共的专制体制下,中共并不会在乎经贸战可能给老百姓造成多大的损失,而只会在乎中共政府的强势形象和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 因此,我们的说明是消息。